换头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刚刚讲了 怎么让你的头 看左看右 通过身体左边向前 就是看左 右边向前就是看右 那我现在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做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觉得 我这样换对不对 我用身体 左边向前看左 好 我来到左脚 右边向前 看右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左边向前看左 右边向前看右 左边向前看左 右边向前看右 对大家看一下 这个江老师所做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对的啊 或者看起来是不是 舒服的 就是大家能看出来 有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学都说不对 为什么不对 我有做对了 我有做给 我有做后背 我有做后背先给头对了 有做后背先给头对了 我也有做刚刚我们讲的神经末梢 从中间开始神经末梢传递到头顶尖 神经末梢传递到头顶尖 我都有做 刚刚我们所讲的头位的东西 我全部都有做 而且我是做得很好的 做得很好的我 重机没换 左右不一样 不连贯 没有用身体引导 头转了 没有倾斜 这是大家的这个弹幕 还是没有看到 还是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 你要回头之前 你要回头之前 你得做点东西再回头 你不能轻易回头 刚刚这个动作所有的位置我都做对了 我有从点延伸到末梢 我有从给后背打开头 我有给后背打开头 我有给后背打开头 唯独这两个动作不能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他就错了 因为你中间没有连接 你中间没有换头的连接 你左边单独做 对 右边单独做非常好 但是你把这两个动作放在一起 不好看了 太轻易了 回头回的太轻易了 空间小了 先回正 千万不能回正 回正空间更小 正就是个过程 对 那我再做一遍 再做一个别的 再做另外一种 我想要的 所有的 比如说我跳第一个动作 给身体打开头 我接下来要换的时候 我应该做 再给换头 而不是给身体打开头 换回来 这个时候大家看我 空间直接从左回到右 我想空间能从 左上跳回来到右边 而不是从前回来到右边 我不要这个换头 我要更远 换头 目的是这个 目的是这个 空间不能因为你换了头就变小了 而且你的空间要正因为你有左右换头而出现更大 更大的对拉 更大的空间 更欲左先右 更欲右先左 这个时候 才是空间制造产生的时候 那大多数同学会想 我的空间大 要左边给的多空间大 右边又给多空间大 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你的空间是大了 但是你一直在这样来回收缩 你没有保持住你知道出来的空间 你没有保持你知道出来的空间 而我想要做的是什么 我先制造空间 然后我把这个空间变大 画大圈 来到另外一个空间 我不要往回收 我不要往回收 所以如果我想从头从左边换到右边 我先做女士的 男士其实一样 但是没有这么大而已 我会给左边身体打开头 大家看我啊 如果我的头要回来 我会做一个挑胸腰 挑胸腰是什么意思 叫做我的身体会更多 左边会更多 左边会更多 以至于我的左边已经超过 右边更多更多 身体先走 当我的头要回的时候 才是右边身体给的时候 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一个大圈的空间 才制作了一个大圈的空间 没错 头要走空中换位 你这个理解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嗯 嗯 是对的 大多数同学都做不了挑腰 都做不了挑腰 胸腰的位置的力量不够 胸腰位置力量不够 对或者是有力 不知道给你 从侧面看啊 我做夸张一点 你们会看到 我给 大多数人会做到这个位置 好一点的同学会做到这个位置 那有多少同学可以做到头留住 胸腰挑回来 再回头 是不一样的 再看一次 意思是什么 我的眼神一直看着你们 但是我的身体在不断的工作 比如说我现在看着大家 我第一个位置 给身体 看着大家 这是我的大多数人的空间在这里 好 胸腰软一点的同学再给 可能在这里 这是最多的啊 那如果我要做 我要做回头 我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回 我会留住头 然后挑胸腰 留住头 挑胸腰挑胸腰 挑胸腰挑胸腰 回头 那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对 那个秦淮姐姐说 是哪里发力啊 老师 可能您刚进入我们直播间 刚才我们讲了半天 后背啊 后背发力啊 后背发力 对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久 就是你的头怎么打开 是来源于哪里的力量 后背肩胛骨的位置 肩胛骨的力量 是不是 那你要让你的头 做更大的空间 然后更远的圈 那你的肩胛骨就应该干嘛 就应该更给力量 你才能做得到 没错没错 就是说你头留住 你的身体要继续工作 很好 但是不是说我的 我的身体继续工作的时候 就代表我的空间变大了呀 因为我这个位置在不断的向前推 不断的向前推 不断的向前推 可以理解成留住头 我刚才也讲了嘛 头留住 然后身体去做转换 那身体去做转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后背的力量 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那什么时候 回头 你的左边已经做到最强的时候 你的头一回来 你的右边就要接住 很多同学 给的很好很好很好 回头了之后 你看 右边是掉下来的 走掉了 我们的很好 头身体工作完 带头回来的时候 我们右侧身体 要接住 为什么 我们的头往哪边看 哪边的后侧的肩胛骨 就要向前给 不然的话 就是错的 刚刚我们上节课讲了那么久 什么叫做错的 叫做没有后背 只撞头 就是错的 没有后背 但是你的头却回来了 那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 这个力量也是不对的 那你的头 如果要在右边 那就说明你的右边肩胛骨 一定是向前的位置 你的头 才能看右边 好不好 这是一 这是二 OK 我们苏老师 帮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的 那刚才姜老师 给大家去讲一下 关于我们女生的头位的一个转化 首先的话 在这里 为什么姜老师先讲 因为本身 在model 5当中的话 就是我们男士的头位的转化 并没有那么多 我们的头位不像女生 他会去做一个什么 比如说去做环绕 或者是绕头 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 他的头部的变化 会更多一点 那对于我们男士来说的话 不要去做那么多 而且也没有这么多 那很多时候 我们男士都会存在一个问题 不就是看左看右 以及转换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头通过我的左边 向前 我的头 这个时候是对左前方 这样的一个姿态 好 我要看右边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通过我的右边 向前 头 去看我的右前方 但是呢 很多同学呢 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江老师 你配合一下我 好吧 就是 很多时候 男士朋友们 头一看右 就会容易压住女生的空间 在B式位上面 好吧 我先说的是B式位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B式位 我们两个人不搭架行 就身体接触 这是我们的B式位的一个姿态 首先第一个 我要让我的头 看这边 好 左边身体向前 头看向左边 好 接下来 很多男士呢 会存在个问题 什么呢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看右边 好 就会干嘛 空间会容易 往女生这边去趴 那这样子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的身体会压住 我的五半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特别严重的 所以我们男士 要去注意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 不管怎么换 后脑勺 都要干嘛 拉住 后脑勺 永远要拉住 因为我们之前最早有讲过我们的身体姿态 什么是身体姿态 我们跳华尔兹的时候 我的胸的位置 锁骨的位置 要放到前脚掌 垂直于前脚掌 我的后脑勺的位置 要垂直在我的后脚跟 所以我的胸在前脚掌 我的后脑勺在后脚跟 这样的两条垂直线 那当我去做转换的时候 左边向前 我的后脑勺 要拉住 右边向前 我的后脑勺 要拉住 左边向前 我的后脑勺 要拉住 右边向前 我的后脑勺 要学会去向后 去拉住 那这一点的话呢 是第一个我要给大家去讲的 就是男士的后脑勺 在去做转换的时候 要始终的去拉住 这个很简单 如果您没有拉住后脑勺 就很容易看右的时候 容易往前趴 压住 余生的一个空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后脑勺的同时 大家要去注意了哈 我的头位 嗯 什么意思哈 比如说 这是我的中轴 这个线 好 我头看左边的时候 哎 我这个头 出去了 对不对 在这边 当我头看右边的时候 我不是过来 我还是在左边的这个重量当中 去干嘛 去 看右边 看右边 这是夸张的啊 女士也是这样啊 女士也要听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女士换头 左边 最容易放的错误 这是我的左边 我要看右 很多人 轴回正看右 我要的是什么 在左边 头看右 在左边看右 在左边去看右边的一个位置 那这一点的话呢 是特强调这个点 有多少同学跳135的时候 123 122的时候 男生往前趴 压女生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 有很多男士 一跳135 最后并上脚的时候 都会出现身体往前趴 站不稳 压女生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 就是因为后脑勺没拉住 然后呢 回头的时候 左边头侵犯了女生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跳呢 比如说我跟教师展示一遍 大家看一下好吧 OK 那意思就是说 呃 我们右转步啊 就是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右转步 第一步的话呢 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是向前 一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男士头 左胸向前 左胸向前 头还是看左肩 左胸向前 头还是看左边 然后接下来从侧面看 我不会很快速的回来 因为我这个时候会很容易干嘛 压住我的女生的一个空间 我应该是什么呢 在第二步上步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头继续向前 向前 向前 最后收脚的时候 再回头 看我的女生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的回头不是这样子 我的回头是这样子 来去做我的回头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是我们男士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首先 基本上也就右转步 向前 男生又回头 在动作当中 如果您的组合很花 那可能另外一说 但是金银铜牌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所以咱们男士呢 一定要去注意了 尽量的不要太去 想着去看右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去做换头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到后脑勺 拉住的一个力量 第三个 就是我的头 永远在我的左侧 看左在左侧 看右还在左侧的一个位置上 不要跑到右边 但是呢 我现在所说的这种东西呢 是更多的只用在我们的 必师位当中 好吧 必师位啊 因为我们舞蹈当中 并不单单 只有必师位啊 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在必师位当中 我们的一个运用 因为这个135 它其实也都是必师位嘛 所以这一点 同学们要去留意一下 OK 再给大家展示一遍 男士的朋友啊 要注意的一个点 来江老师配合一下我吧 对 两个人跳会比较明显一点啊 因为空间有限 所以呢 我们就稍微跳的 就是慢一点啊 就是尽量的小步一点 让同学们能看到我们的空间 好 第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预备步 头都是在左边 对不对 好 第一步上步的时候 头 是在左边 好 第二步的时候 我继续上步的时候 我的头 还在左边 然后接下来 我会去想什么呢 先让我的重心 到达 左脚 我其实头还在左边 因为我的身体左侧 还在持续输出 然后当我收脚的时候 OK 主力腿踩地板 右边身体 开始向前给 开始向前给 然后我的头的位置 还在干嘛 还在左边 跟我的女生 大家可以看到江老师 跟我的手 这个连接 我是对拉住的 我不是跟上去的 大家看到了吗 男士朋友们 然后女士朋友们 也要看一下 如果您自己在去挑135的时候 跟自己的搭档 出现男生站不稳 往前趴 这样的一些问题 都是男生 对 而且男士 男士后退 头也要拉住 就是像刚刚给住那个感觉 你要一直存在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说白 就是男士没做好 不是女生的问题 因为女生又没有换头 男生要换头的 对不对 所以男士没做好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咱们男士朋友们 要注意 能不能把我们刚刚那个 左换右 用刚刚苏老师 讲的那个方法 苏老师刚刚刚 他讲的时候 我有说 我说女士也要注意听 我们的重量 我们的重量是在左边的轴 就算我们看右边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来到右边的轴看 我们看右边的时候 我们要再更左 看右 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区别 也是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回头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轴 我们的鼻尖 我们头的重量 我觉得这样讲很好 我们的头的重量 永远都在我们的左边肩胛骨的外侧 如果是双人 你就想你头的重量在男士的手上 在必试位当中 还是那句话 必试位啊 不是其他身体位置 必试位 那如果是一个人跳 你就想你这个头 它的重量啊 它永远都在你的左侧肩胛骨的外面 所以你的头的重量放在这儿 大家看我 横横就回头 头的重量就不在这儿了 是不是 这个位置其实是不对的啊 同学们 我们在左边 是在你的肩胛骨的外侧 那我们回头 也是在你的肩胛骨的外侧 没有来到右边 所以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 也要注意 要学会在左边的重量上来去完成 看左看右 不要因为头看右 重量就跑到了右边 因为我们必试位当中的话呢 身体位置是转换 所以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跳那个维也纳 就是这样啊 很多人的维也纳 老师我怎么会在男士的空间里面 为什么呀 甚至有时候女生还回头 为什么会在男士的空间里面 为什么你们一坐摆上去 很多人摆不上去 一坐摆上去 你就在男士的空间里面 其实我不用跟你讲什么摆当 我不用跟你讲什么 我就想 你的头的重量 有没有在男士的手上 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如果你每一次摆上去 你都想 我的头 一定 它的重量 必须要找男士的手 必须要找男士的手 和我的头 的重量 随着它过来 那是两个感觉 那是两个感觉 因为很正常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跨位往一侧的时候 跨位往左的时候 头就会往右边倒 跨位想右的时候呢 头就会往左边倒 就是正常 我们人体的一个平衡 但是我们跳摩登舞的时候呢 在这个姿态当中 是不允许这样子的 这一点这里要问一下大家 刚才给大家去讲了 头跟身体之间的连接 这是第一部分 又给大家去讲了一下 左换右和右换左的 这些转换的一些东西 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就想问一下同学们 我说一句话 大家觉得对不对 好不好 这个大家去思考啊 我们大家都会做摆当倾斜 对不对 好那头是不是 我一边低 头就要看低的那边 我一边低 头就要去看低的这边 是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认为 是不是这样子的 头要跟随着我们的倾斜 来去做转换 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对 大家可以告诉我 大家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大家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不是 不是 是的 是的 OK 好 首先在这里的话呢 我先告诉一下我的一个理解哈 就是代表只是我个人哈 首先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五步 不同的五步会在不同的身体位置下来去完成 那就比如说方形步 左脚的方形步 我给大家跳一遍 好不好 那大家看一下 好 我跳一个左脚的方形步 头看左边 左边现在 头看左边 好 一 二的时候 往右边摆的时候 头 看左边 没有问题 左边低嘛 头看左边 好 后退 一 打旁的时候 往左边摆的时候 头 看这边 然后就向前 一 看左边 二 看右边 是不是这样做的 正确的方形步 应不应该这样子完成 大家觉得 我刚才跳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也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 永远头是看低的那边 对不对 我往左边摆的时候 就是那个 错 不对 是的 那这样子 大家都基本上 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对的 就是说是错的 对不对 错的 这个是错的 不是对的 因为我们跳左转步的时候 要去注意 这也就是很多同学在去跳 这个摆档的时候 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意思呢 在跳方形步的当中 往 以我为例 我往右边摆的时候 我的头 是看左边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好 我往左边摆的时候 往左边摆的时候 我的头 看右边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是什么 我的右边是谁 是我的舞伴 我的头如果摆过去 这个时候会干嘛 我的头的这个重量 以及我的头的这个位置 会干嘛 侵犯我的舞伴的空间 所以呢 我建议同学们 跳方形步的时候 头 左脚方形步 头一直是 看 左边 看 左边 看 看 左边 看 左边 不要 看 右边 这样的一个运用 因为呢 其实在方形步当中的话呢 我们是要这样去跳 那可能不同的动作 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但是呢 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就建议同学们可以这样的来去练习 尽量的不要去看另外一边 这样很容易去倒 那如果是说您实在想去看 老师 我就是这个地方 我想去看右 我就是觉得看右 我的身体很舒服 那我就告诉您 看右 也可以 但是 注意我 我后退啊 后退 我必须是什么 先让我的左边重量 到达左脚 才能 回头 回头看右 我是到达左脚 才能 回头 看右 如果您实在想去回头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讲的 男士的维也纳 右转的回头 跟女士的维也纳 右转不回头的区别 大家说 苏老师感觉你怎么跳都是对的 怎么跳都好看 我还不是冠军的 老师在高里了 我要是冠军 我要是世界冠军 那可能又更不一样 头的规律啊 大多数的自然规律就是这样啊 你要做倾斜 你的头就是会看低的那一边 这是自然规律 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有些步法 比如说维也纳 我们就规定 女士不回头 不回头 男士回头 对啊 男士回头 然后呢 我也想给大家说的就是 基本上在做小倾斜 小摆档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的头放在左边保持住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我们跳华尔兹 要跳 琴斜 琴斜变大了之后 你要做一些大的造型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头一定是跟着你低的那边来回的转换 看低的那边 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的琴斜的动作 我尽量保持在左的原因 不是因为看左边是对 而是因为我要保持我的身体的轴的线条 我的头的重量能很好的放在男士的手上 跟他有个很稳定的形状 就是就是 也是为了告诉大家 在你的头还没有练得很好的时候 就是你的回头 还没有做到百分百的重量 在左边回头也在左边 看左边在左边 回头也在左边 重心在右脚的时候在左边 重心在右脚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样老师现在的重心 它是放在右脚 很多同学重心在右脚的时候 头就会过来 那其实我们重心在右脚的时候 头要在右边的重量 回头也是看 也是在右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当中 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去练习的时候啊 就比如说男生 因为男生的话呢 在这个舞蹈当中 它是一个垂直的姿态 所以呢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啊 比如说我们男士 搭好我们的架行 头看左边 左边身体向前 头看左边 重心在左脚 头看左边 重心在右脚的时候 头的位置的身体的线条 还是往左边去拉住 往左边拉住 往左边去拉住 千万不要在左脚很好 到右脚的时候就会过来 这是男女生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一个规则 就是什么呢 头的重量在 首先我严谨一点说啊 在B式位当中 B式位应该大家都知道什么是B式位啊 B式位当中 我们的头不管是看左还是看右 我们的重心不管是在左脚还是在右脚 您的头的重量都应该在自己的左边 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好吧 就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只要在左边回不回头都可以 比如说维也纳 女生右转步要回头 女生的右转步不回头 和男生的右转步要回头 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的话呢 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OK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去讲的一个 这个头位上的 就是B式位当中的一些转换 OK 今天呢 给大家去讲了一下 就是我们的头位的转换 首先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 就是比如说我把脚打开 我的双手放于我的胸前 头 头看左看右 不是他自己去看 一定是通过我们的左边肩胛骨 左边肩胛骨的力量向前 头去展示看左 右边的肩胛骨向前 头去看右 所以头的反应是跟身体有关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B式位当中 很多同学头看左还不错 但是当一看右的时候 就会容易侵犯到这个空间 那我们要去注意 我们的头的重量 不管是在右脚 还是左脚 左边 还是右边 我们的头的重量都应该在哪里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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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头位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其实头位做得好 对于您的舞蹈可以很加分的 第一个空间会更加的漂亮 第二个是什么 可以运用到头的重量 之前有去说过头的重量 但今天的时间问题呢 我们先不说 因为头的重量是比较难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